广播人马世芳推动保障采购契约以方著作财产权 经过立委协调下 Allian 96.3 圆广台也确定将契约条文 朝甲乙双方共有共享著作权威方向 立委范云9号在立法院教文委员会指出 文化部提出文化艺术讲助条例修正草案 新增第14条保障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智慧财产权 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中央地方政府基层公务员宣导 马世芳是一个知名的工作者 有非常多人愿意协助他 可是如果连自己的权益都不知道的文化工作者 加上一个不知道这方面契约的公务员 我们就会再发生很多权益受损的部分 不知道部长可不可以回应一下 有没有什么具体配套跟推动措施 我们这个法律在通过以后 因为有法治的强制力 所以我们会跟各个相关政府的部门 其实相关来做开说明会 然后告诉他们 另外也会对艺文工作者 知道有这么样一个会应相干的传单 说明会而且会建立申诉的制度 立委高金素梅则针对各类文化艺术奖励 及辅助申请 经常接到原名艺文工作者 不善于撰写计划陈情案件 要求文化部建立更完善审核机制 非常多的艺文工作者说什么 他们只会创作 而且他们也会做文化保存的工作 但是他们不会写计划向工部门来申请计划 他们当然更没有足够的经费 要请所谓的撰写计划的人员代写 我们过去一直都是以评审制度 来作为补助于火的一个制度的核心 那么我们现在也请跟我们的同事去讨论 逐渐要建立其他的机制来协助 因为要不然会变成作文比赛 就是完全以企划案写得好或不好 来做评断的话 那么其实对很多的艺文工作者来讲 是不公平的 所以将来可能会有一些实际作品的一些 那么参访或者是说这个 会定立现在正在研究这样的一个方法 文化部长李永德回应 目前正进行全国文化普查 将会同圆明会盘点 圆明艺文工作者的人数与困境 高金苏美也要求审查补助计划人员 需有圆明专家代表 第九条的部分 你特别定定到说 为了保障艺文工作者之劳工权益及就业 中央主管机关要来辅导 那加入这个劳工相关的保险 那我们只有写到就是说我们要来辅导 可是我不知道文化部你要怎么去辅导 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工作者 他是不愿意加入 或者有的根本不知道如何加入 所以我们对于不知道如何加入 我们当然会提供他一些法律上的咨询 甚至有一些程序上 我们会协助他 外美林要求文化部不只辅导 更因进一步了解艺文工作者 不愿纳入劳保的背后原因 才能有效提出具体修法 真正扶植艺文产业 原始新闻 朱古已故立法院采访报导